我一踏进这个会堂就觉得神扩张你们的境界 好像我很久没来 好像扩张到这边来是不是 应该是 所以神要扩张你们的境界 也跟旁边讲说神要扩张我们的境界 真的 神与我们同在的目的 不只是让我们享受祂 也要扩张神国的境界 所以我相信神今天透过神的主书 也会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 因为今天是神学主日 所以我要在这里先感谢木扎林阳堂在过去这些年日 能够让神学生来这边实习 特别你们能够拆派优秀的人来接受这样的装备训练 譬如说戴牧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感谢赞美族 戴师母也是一样 戴牧师戴师母他们在整个林阳神学院的装备训练 我们就看出他们是非常有潜力的 而且神会大大的恩高使用他们的一个牧者 我相信你们都可以一起来看这样的一个见证 发生在他们的家庭 我也相信神在你们教会会不断的扩张 刚才平息 我相听的我也觉得这是神要你们要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 在这里我要稍微简单介绍一下神学院 第一个是灵恩的能力 第三个是属灵的生命 这些整合最主要是要训练出在生活工作还有生命三方面都平衡的主工人能够回应时代的需要 这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神学本科 第二个特色 第二我们看到这一个牧林之商硕士科是我们第二个大的科别 那我们感谢主在过去这两年里面我们从没有变成有 就是要发展出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牧林之商的课程 那是在一个健康的健全的神学根基上面 把心理之商 把内在医治 把属灵操练三方面都能够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整合 那这是一个先锋性的工作 意思是说在华人教会或者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教会都还不是这么的成熟 但是我们愿意开始做这一种的先锋性的一个尝试 那目前来讲已经慢慢慢慢有一些整合的一些果效出来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我们这个神学本科跟牧林之商硕士科我们都欢迎来报名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牧林之商科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它的对象是有限制的 就是限制的传导人或者是现在你在牧养当小株长 那你希望能够加强你牧养的能力 那么欢迎你可以考虑 那它的这个考试呢不需要比试 只要推真 只要这个面谈通过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专业课程主要都安排在礼拜一 希望这个限制传导人他们礼拜比较方便 然后呢在小株长他们要请假 礼拜一要一天专业课程 下午开始到晚上都可以 那你如果不行请假 晚上的课也可以选 所以呢这是为了顾及到这些来参加的人 他们报名他们上课的也比较方便 那我们接下来为神学院来祷告 首先为今年的招生 我们希望能够量多直优 那去年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这个弟兄 首先超过了姊妹的人数 这个以前那个神学院都变成女子神学院 大部分都是姊妹 那感谢主去年的弟兄的人数超过姊妹的人数 那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为我们这样的一个量多直优的人来报考 特别是弟兄 另外呢第二个是我们也已经把这样的一个 现成研讨会的一些资讯放在网路上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看 或者是有心全职人 你特别要来上去看了解 如何明白全职的护照 如何选神学院 另外呢为我们神学院未来的发展来祷告 我们就在林梁山庄的上面 大概开车五分钟就会到的一个地方 有一个卡萨米亚那里有两层 那他们两层这个非常大 大概两层加起来有一千多瓶 是可以相当好的发展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钱是一个问题 然后整个的规划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整个行政主管 还有以后我们的师资 还有更加的增多 那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祷告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一起举起祷告的时候 为整个神学院的发展 还有为整个招生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们来感谢祢 主啊是的谢谢祢过去二十几年 祢恩待林梁神学院 主啊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见祢的恩手 不断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 真的哦主啊 那样的一个扩张我们的境界 这样的一个许许多多 主啊数不完的恩典 主啊充满在我们的发展过程里面 主啊因此我们再次向祢大大张口 主啊求祢恩待我们 主啊让我们在祢面前 主啊今年的招生 主啊能够蒙祢的恩惠 主啊量多执经 弟兄超过姐妹 主啊让更多更多的弟兄 愿意回应祢的呼召 主啊我们也向祢求 主啊让今年在祢面前的 现在研讨会所产生的 这样的影响能够透过网络 主啊也能够主啊发生在许多人的心上 哦让他们观看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感动 特别是有心全职 忽视你的人 让他们看了现在研讨会的资讯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知道一些东西 你触摸他们的生命 主啊以至于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 主啊我们会把整个的发展仰望你 你在过去二十几年怎么样恩待神学院的发展 在未来主啊我们向祢求那一两层楼 主啊让一千多平的主啊那两层楼能够被你来得着 主啊也能够有好的规划 有好的师资的团队 有好的行政的主管 主啊在各方面的经费 主啊也求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 主啊照着你荣耀的丰富 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叫我们都充充足足 没有缺乏 主我们谢谢你 这样祷告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好我们现在读了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我们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到第十六节 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看 如果没有可以看这一个PowerPoint 好如果你们打开圣经 我们就要来念这样的一个话 好OK那可以吗可以出来吗 我应该按哪里 对啊啊不会出来 附上啊 再下一张不是圣经 对好OK好那不是圣经 对OK因为你们站起来就看不到对不对 所以你们坐着念没关系好好我们一起来念来 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我们为基督徒聚估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道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道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道被藐视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刺身肉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并且劳苦 亲手做工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 我们就善劝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宰 我写这话 不是叫你们羞愧 乃是警戒你们 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 你们学基督的师父 谁有一万 为父的却是不多 因我在基督耶稣里 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主啊你因为爱我们的缘故 主啊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赐福我们的生命 引导我们的方向 主啊我们说 主啊你的话像大锤一样 主啊要打破 所有一切的石头 主啊让我们今天 所有弟兄姐妹 心中若是有任何的石头的 主啊你用你的话语的能力 像大锤一样 打碎所有的石头 主啊若是我们心中有荆棘的 主啊你说你的话像大火一样 可以烧掉所有的荆棘 让我们每一个人 今天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我们的心是好的土地 主啊是可以领受你所栽种的到 是可以结出三十倍六十倍 一百倍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 主啊愿你的话像大锤 像火一样烧在我们的中间 主啊让今天的话没有突然的返回 总要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你的工作 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的题目是 第一章那个成为一台戏 怎么会持续问题掉 你帮助我一下好不好 第一章不是 成为一台戏 你们调了是不是 你们动了我的持续 这个就是DNA的问题 我是医生 我稍微讲一下 我告诉你上去创造人的时候 DNA的次序可不可以乱调 不可以对不对 一调就突变对不对 突变就产生癌症对不对 我的PowerPoint也是DNA 你不要调我的次序 我的次序 这个是第一章 对 因为我是照着次序讲的 你一调我就很难讲 谢谢 谢谢你的这个帮助 谢谢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成为一台戏 刚才我们看到保罗 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特别讲到一句话说 我现在按右边应该对吧 我右边应该往下 对不对 应该对 因为我刚才是按往右边 是没错 好 我们要一起请行祷告 这好像有点搅扰 对不对 这个 拜托我按 我控就好了 你不必控 好 谢谢 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演员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观众 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在台上的 你们在台下的 每一个人我们都是演员 我们演给谁看 我们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世人是讲到在世界上 没有信主人 他要看我们演这台戏 天使是讲到在天上 那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天使在看我们演这台戏 所以你不孤单 你在地上演戏的时候 观众成群 在你的旁边有地上所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你的同事 你的同学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都在看你演这出戏 在天上还有天使在看你演这出戏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非常的警醒 你不要以为我的生活随随便便就好了 人家都在张大眼睛在看你演什么戏 所以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只不过是演员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要这样子对自己说 我就是我人生剧本的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 只有你能够演你自己的人生剧本 因此你是最佳男主角 你也是最佳女主角 所以你跟旁边讲说 哇 你是最佳男主角 你是最佳女主角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剧本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在去年伦敦的奥运会的开幕式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会场 那一个灿烂的烟火将伦敦漆黑的夜空点缀得非常的美丽 但是更加的灿烂美丽的是在会场的不同的角落里面所上演的不同的戏码 如果你没有看伦敦奥运会开幕式 你会发现在伦敦的会场 奥运会的那个会场里面不同的角落有不同的戏码上演 而这些不同的戏码它所呈现的是什么呢 它要向全世界人呈现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田园的发展历史 它要向全世界人呈现它是工业革命后英国现代化的过程 所有这些戏码都要凸显出英国的创意精神 它要向全世界人呈现表现出英国在各方面都引领整个人类的潮流 无论是在文化在艺术在音乐在政治在经济在科技方面 整个大英帝国他们曾经在人类历史里面都留下了美好的影响力 所以透过这种不同的戏码在不同的角落所上演的时候 它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见英国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 虽然大英帝国不再存在 但是英国仍然是有影响力的国家 这就是他们上演的戏码的一个目的 在其中一个角落上演了一出戏码 这出戏码是1981年所拍摄的火战车这一部电影 它为英国赢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奖等四项的奖项 那这一出戏主要是演什么呢 它主要是演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 有两位代表英国参赛的两个运动选手的故事 其中一个运动选手他的名字叫做李戴尔 那李戴尔呢他是代表英国参加100公尺的赛程 他是被公认为那个时候最有希望夺得100公尺金牌的选手 那因为他是敬前的基督徒大会把100公尺的赛程摆在礼拜天 他就没有办法参赛 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礼拜天要敬拜上帝 我无法参赛 所以呢英国的舆论界就大为华人 那我们就痛失了一面金牌 但是他仍然不为所动 他就改参加400公尺的赛程 那么大家一致不看好他能够夺标 没有想到他跑400公尺的时候 他不但夺得奥运金牌 而且打破世界纪录 哇你知道在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下 那跑出这样的成绩 所以隔天的媒体的头条新闻 都大幅的报道说 李戴尔有一个惊人的胜利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他在演插这出戏的时候 他跑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但是他说我跑步的时候 我不是为了赢得奖牌而已 我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跑 所以神恩待他 让他跑那不擅长的400公尺 却能够夺得金牌 而且打破世界的纪录 赢得惊人的胜利 在1925年 他就卸下了奥运金牌的光环 就来到中国的天津 在那边教导那些落后地区的孩子 因为他的爸爸是在中国当宣教士 他是宣教士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回到他的出生地 就是中国的天津 他的父母在中国天津当宣教士 已经当了30年的时间 他出生在中国的天津 所以1924年他夺得金牌 1925年他卸下金牌的光环 就到中国当宣教士 他就放下这一切 大家都认为非常棒的一个成绩 他可以代言 他可以赚很多钱 他可以有好名声 可是他却放下这一切 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 默默无闻地帮助当时中国 和落后的那一些地区的孩子 那些学生 但是后来中日战争爆发 他就被关到集中营里面 他就死在集中营里面 他死的时候只不过是43岁的年龄 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说 这么好的人 这么愿意为主做工的人 为什么主不留他久一点的时间 为什么只活了短短43年的时间 这个我们没有答案 但是很多人也因着他的生命故事 很多人的生命被改变 很多人的心被激励 也就是说他虽然只有43年短短的人生 可是他这个人生的剧本 演的实在是非常的轰轰烈烈 让人看到不得不敬畏神 所以我要讲的是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剧本 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演多长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能活多久 所以你的人生剧本的结局 是什么时候要画上句点 没有人知道 因此既然如此 我们就应当把握 我们现在还活的时候 我们要演好我们这一出戏 成为一台戏 让世人和天使来观看 今天我们就是要从保罗他的生平 我们从三方面来学习 如何演好我们人生的这一台戏 不是为了让世人和天使观看而已 而是为了让神得荣耀 不管结局是如何 不管时间是多长 我们立定心智 就是要演好这一出戏 讨神的喜悦 叫神得荣耀 因此我们看到第一 我们要演好这一出戏 我们必须确认自己的角色 我们看到保罗 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共同的角色 我们确认自己的角色 我们有共同的角色 我们也有不同的角色 共同的角色是什么呢 共同的角色就是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第一节那里所说的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为神奥秘士的管家 这里面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一个共同的角色 这个共同的角色 有两方面的呈现 第一方面的呈现 就是做基督的仆人 所谓基督的执事 这个执事不是教会的一个头衔 执事这个字 是原来的意思 就是做仆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做基督的仆人 你知道这个观念是非常的重要 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岗位在哪里 我们的收入是多高多低 我们的教育水平是多高多低 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你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仆人 那仆人这个字呢 就是minister的意思 那这个字就是仆人在英文 为什么我特别提这个字呢 因为在一百多年前的欧美国家 他们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 都被称为minister 就是仆人的意思 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 因为在一百多年以前的 欧美的大学毕业的学生 他们是被期待成为上帝的仆人 能够服务他们的国家和社会 所以都称为minister 所以你看英国 他们现在的首相叫做prime minister 他们的首相就是 整个代表英国的人民 做仆人的那一位 叫做英国的首相 所以你会发现在欧美的国家里面 很清楚的观念就是 所有的基督徒 无论你的行业是什么 无论你的工作是在哪里 每一个人有一个共同的角色 就是做基督的仆人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你会发现 这个是我们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 那士林领阳堂有一位姐妹 她就是以这样的心智 来服务士林地区的老人们 那她的名字叫做简月儿姐妹 为什么我特别提她呢 因为她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主妇 有一天 这个牧师师母 就来找她 就说现在台北市政府 给我们社会局给我们一个案子 就是要服务社区的老人 你们教会要不要接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个师母就来找月儿姐妹 说你可不可以啊 没有想到这个月儿姐妹 居然一口答应 因为她还不知道事情的复杂性 等她接了以后她发现不得了啊 这完全跟她没有任何的这个关系 因为她也不是学老人工作的 她对这方面也没有任何的知识 所以她就心情非常的紧张 她一口答应 可是等她开始筹备的时候 才发现服务老人啊 是非常复杂的 她就想打退堂鼓 她就问她的先生 她的先生说 哦 没问题 你有一位全能的神去吧 所以她就去了 然后呢 感谢主 她就这样去了 傻傻的就去了 结果呢 她就开始投入很多老人工作的课程 学习里面 因为她知道你要帮助服务老人 你必须要学习 关于怎么样子来帮助老人的 那些专业的知识 所以她就开始学 终于她开始出发 然后呢 神恩待她 真的 这位神是全能的神 你知道士林老人服务中心 现在呢 已经十几年了 她已经成为台北市 许多社区老人服务中心的典范 很多人都去看她们 哇 你怎么样发展老人的工作 你怎么样服务这些人 让她们都觉得非常的棒 甚至台北市政府 这个社会局都颁这样的奖状给她们 所以发现一个平凡的妇人 只因为她愿意做基督的仆人 来服务那个社区的老人 结果神就大大的使用她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共同的角色 就是做基督的仆人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角色 就是福音的管家 保罗说人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 就是做基督的仆人 也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什么叫神奥秘事 神奥秘事是福音 因为福音是隐藏在历世历代的 神的救恩的计划 一直到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人间 所有我们的神的 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 才完全的打开 所以它是一个奥秘的事情 如果没有神的启示 没有人能够知道 如果没有神 祂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来到人间 没有人知道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 救恩的里面 那我们有什么责任 我们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 跟好朋友分享 跟全世界的人分享 因此我们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神何等的爱我们 将祂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所以每个共同角色是什么 就是要把这样的好消息 跟更多的人分享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什么 我们学基督的师父有一万 但是为父的却不多 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你看到保罗是一个 不断在福音的工作上面 生出很多很多属灵的新生儿的一个人 我们也要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生中 如果神给我们 假如有一百个属灵的新生儿要出生 那我们就要全力以赴 我们不要等到 我们要办追思礼拜的时候 才说 我好后悔 我渴望我的追思礼拜成为步道会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 有耶 真的 好可惜哦 我们不需要等到 我们追思礼拜变成步道会 我们才能够传福音 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握现在 好好的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所以保罗说 这就是一个为父为母的新肠 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传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只生却没有养 就是没有为父为母的新肠 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 都要生出门徒 而且要带出门徒 这叫做为父为母的新 就好像我们生孩子 我们不可能做父母 生孩子不养的 但是今天有一些教会 他们有很多属灵的弃因 他们的前门开得很大 每一年很多人受洗 后门也开得很大 很多的这些受洗人就流失了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角色 我们不但把福音传出去 我们要让这些刚刚信主人 有属灵的父母 陪伴他们 与他们一同成长 这就是我说的共同的角色 就是这两个角色 那不同的角色是什么呢 保罗说 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上和天使观看 那在那边很清楚的 保罗说他有一个身份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他有一个不同的角色 就是他是使徒 他是使徒 我们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使徒的职份 这是很千真万确的事情 但是保罗说 这就是我不同的角色 那从教会的五重执事来讲 我们有不同的角色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 有教师 那每个人不同的 分角色 恩赐 那从社会工作角度来讲 我们看到我们在社会上工作 我们有着在政治界 在企业界 在教育界 在媒体界 有很多很多 我们不同的地方 我们有不同的工作 但是呢 不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 是不一样的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保罗特别讲到 他使徒的角色 是什么角色 这边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他是被放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一样 那这个是讲到罗马帝国 当时他们去打仗凯旋回来的时候 他们要举办凯旋大游行 在罗马的街道 那么军队走在前面 接受群众的欢呼 接下来就是战利品 让群众来看说 你看我们打胜仗 我们掳掠了多少的战利品 最后还在后面 就是定死罪的囚犯 就是要带到竞技场 在罗马的竞技场 把这些囚犯丢到竞技场 让他们两个两人互相厮杀 或者让他们跟野兽搏斗 直到他们死为止 那保罗就说 我们使徒就好像被定死罪的囚犯 被列在末后 让世人和天使观看 因为当时在罗马竞技场里面 有很多人很多人来观看 这些定死罪的囚犯 彼此的施杀 或者跟野兽搏斗 你会发现这就是保罗的意思 那你会问我一个问题 那我又不是使徒 我也没有使徒的职份 那我怎么样来做这样的工作 演好这出戏呢 那我要讲的是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虽然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使徒的身份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使徒的心智 因为使徒是什么 使徒就是受差遣的人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使徒的职份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使徒的心智 所以我们需要成为受差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的角色不一样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受差遣的人 以赛亚他是先知 神对先知以赛亚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先知以赛亚说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先知是以先知的职份受差遣 所以受差遣不是只限于使徒 我们中间有些人是教师 有些人是牧师 有些人是小厨长 你说牧场工作 你是以那一个角色被差遣出去 做神要你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虽然不都是使徒 但是我们都需要被差遣 神在历世历代寻找乐意被他差遣的人 所以他要差遣以赛亚 但是他不勉强以赛亚 他对以赛亚说 我可以差遣谁 谁肯为我们去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 以赛亚 你不去 我就用棍子打你 没有啊 他不会勉强我们的 但是以赛亚这样 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你知道这是父神的心意 所以耶稣复活以后 他对门徒说什么 父怎么样差遣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完这话 就对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你知道耶稣复活之后 他仍然差遣 他的门徒 进入这个世界 你知道他还没有 复活之前 他还在世上服事的时候 他差遣十二个使徒 出去做工 后来他也差遣七十个门徒 出去做工 所以每一个人 神都要打发我们出去 因为这是耶稣 改变世界的策略 你一定要记得 耶稣要差遣我们出去的目的 是要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关键人物 你跟旁边人说 你是改变世界的关键人物 你是改变世界的关键人物 这话是真的 是可信的 真的 耶稣的工作 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耶稣改变世界的策略是什么 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受召 所以耶稣出来公开传道 他就呼召门徒 来跟从我吧 他就呼召门徒 你知道耶稣改变世界 是从呼召门徒 跟从他开始 他不是一个单枪匹马来改变世界的人 他是呼召门徒来跟从他 来改变世界的人 那跟从他有带直的跟从 也有全职的跟从 那么今天因为是神学指路 我要稍微讲一下全职的跟从 跟全职的呼召 因为神在现阶的世代 兴起着职场宣教的浪潮 大家都非常兴奋 就产生一个副作用 没有人要出来当全职传道人 所以我今天要挑战你们 你不要躲在职场宣教浪潮的后面 逃避神全职的呼召 神在历世历代 从来没有停止呼召全职的传道人 而且神一开始 耶稣基督来人间 他第一个动作就呼召全职传道人 我们今天的世界被改变 是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 呼召了十二个使徒 除了犹大之外 这些使徒改变了这个世界 全职的工人改变这个世界 你们不要忘记 神在历世历代 是透过全职的工人改变世界 当然你们 还有我以前在医院里面都很重要 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体会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用待职事奉 用职场宣教来逃避神全职的呼召 这不是神的心意 因此我要讲的是 我要平衡大家的看法 你可以继续的在职场工作 我没有要你马上出来 但是如果神清楚的呼召你 全职的出来 你会有增长 但是你不要怕 你要出来 有一位年轻人 有一位弟兄 他缠到他以前是年轻的时候 很清楚神全职的呼召 可是他没有出来 他现在想要出来 他已经出不来了 为什么 他已经年老了 他已经疾病缠身了 他要走也走不动 你知道吗 这一位弟兄 心里面非常的增长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想要回应神 在他年轻的时候的全职呼召 他已经没办法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 现在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 我有许多神的祝福 在我一生中间 但是我却不快乐的原因 我消灭神全职呼召的感动 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和损失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神很清楚的呼召你全职 事奉他 你却逃避他 你的一生一定不会快乐的 你一定会非常的遗憾 所以我要在这边挑战大家 你要预备好自己 如果神要改变你的时候 你要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你会发现第二个 神呼召我们 他还要训练我们 所以是受训 所以耶稣呼召门徒 跟同他 用三年多的时间 来训练门徒 要改变世界 需要接受训练 耶稣很清楚知道 没有工人就没有工作 没有训练就没有工人 所以要改变世界 一定要有工人 要有工人一定要有训练 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热心 却忽略训练 我们也不能够只看到 需要却没有训练 刚才那位姐妹 看见服务老人的需要 她要接受老人 专业知识的训练 我们看到一个军人 他去打仗 他一定要接受打仗的训练 要不然他丢到战场 他就是炮灰 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来学习的 因此让我们一起 来接受这样的训练 另外我们要看到 就是第三个步骤 就是受高 所以耶稣复活之后 就对门徒吹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 这个改变世界的计划 是非常宏伟的 是不可能靠着人的努力 来完成的 只有靠着圣灵的能力 才能够改变世界 所以每一个受差的人 都要领受圣灵的恩膏 第四个步骤就是受差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领受圣灵的能力之后 被猜浅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在那边来帮助那一些人 让他们得着福音的好处 让神的国能够扩展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不是只是让我们感觉好一点而已 而是让我们带着神的能力 能够被神猜浅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第一个 我们要演好这一出戏 我们要确认自己的角色 第二我们要演好这一出戏 我们要得着天上的剧本 但这个不太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呢 因为诗篇139篇第16节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念 想念来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侧上 所以会发现不太容易 因为天上的剧本 神都知道 我们不太知道 因为发现在这里面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还没有在世界上度一日 我们所有一生的事情 都写在上帝的侧上 这就是天上的剧本 不容易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天上剧本怎么写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我在天上 都有一本专属于你我的 人生剧本 你一定有的 你一定有的 我也一定有的 所以我每一个人 都要得到天上的剧本 因为在天上有一本 专属于你 为你量身打造的天上剧本 那你怎么得到 有三方面我们来思想 第一 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让我们可以得到天上的剧本 第一个模式 我称它为耶利米模式 耶利米他被神呼召的时候 神对他说什么 你喂出母胎 我就将你分别为圣 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耶利米完全没有办法跟神商量 他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 他听了就必须去做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神早就分别他为圣 做列国的先知 他根本没有办法跟神argue 也没有办法讨论什么 根本他就是要这样子 这是一种 这种比较少 但是第二个模式 约瑟模式 就是神透过异象异梦 对我们说话 呼召我们 那么约瑟大家知道 旧约的约瑟 他做了两个异梦 第一个梦 梦见他跟哥哥们 在田里面捆河捆 然后他的河捆 起来站着 他的哥哥的河捆 都向他下拜 他的哥哥们非常生气 哪有大的像小的下拜的道理 后来他又做一个梦 说我梦见太阳 月亮跟十一颗星星 都围着我向我下拜 他哥哥们更火大 连爸爸妈妈都要跟你下拜 你这个叛逆之子 你知道吗 但是后来事实证明 神的异象异梦 引导了约瑟一生的剧本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样子 第三个模式 我称他叫保罗模式 保罗模式就是 你要有与主相遇的经历 好像保罗在大马社的路上 往大马社区的路上 碰见了复活的主 然后整个他人生的剧本就改观了 所以这个与主相遇的这个经历 会改变我们人生的剧本 让我们得着天上的剧本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既然谈保罗圣品 我们就从保罗身上来学习 怎么样得着天上的剧本 那你要问两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保罗问 在大马社上 在路上向他显现的复活主说 主啊你是谁 那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要得到天上的剧本 你第一个要问主说 主啊你是谁 这代表什么 代表他是我们生命的主 代表我们要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 如果你说主啊主啊 你还握住你生命的主权 那个主就不是主了 真的 你说他是主 他就是你生命的主啊 他就拥有你生命的主权 你就要交出你生命的主权 你不可能口称耶稣是主 却没有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 你看到保罗 他必须交出他生命的主权 他必须交出他原先计划 安排好的 他要做伟大的拉比 他要逼迫教会 他要杀害基督徒 这是他原来设定的人生剧本 没有想到与主相遇之后 他完全改观 他地上的剧本变成天上的剧本 他现在不再成为伟大的拉比 他成为伟大的使徒 他不再逼迫教会 他现在建造教会 他不再杀害基督徒 他建造基督徒 你看到没有 整个保罗的一生的剧本 完全的改观 因为他知道谁是他生命的主 你愿意吗 你愿意让神来改变你的既定的人生剧本吗 第二个你要问的问题说 主啊 那我当做什么 意思说内容是什么 你要让我知道啊 我既然交出我的主角 你要我演什么戏吗 你要告诉我啊 内容是什么 主没有亲自跟他说 主透过一个小弟兄跟他说 主就告诉亚拿尼亚 这个小弟兄 说你去跟那个 将来这个伟大的使徒保罗说 他将来做什么事情 这边就讲到说 这一个保罗将来要在哪里 再怎么做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 在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 他要为我受很多的苦 这是保罗的剧本 就是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和以色列人面前做主的见证 那这是使徒他的工作 他的角色变成外邦人的使徒 你要知道 这就是神透过一个小小的弟兄 对保罗说出这样的话来 所以你不要小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 他现在是小弟兄小姐妹 他有时候对你说一句话 很可能那句话就打中你的心 你就有了全职的方向跟呼召 所以不要忽略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 神可以改变我们的 整个人生的方向跟目标 但是你要知道 神给我们天上的剧本 通常是给我们大方向 没有给我们细节跟过程 这真的是神的智慧 你想想看 如果神把所有他的天上剧本的 细节过程 都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把一本剧本交给你 我看你看完你都不敢演了 某年某月某日 你会死掉 那我还是不要演好了 对不对 那你敢演 所以你会发现是神的智慧 为什么 他只告诉你大方向 他没有给你过程跟细节 他告诉你 就是这样子 勇往之前 他要训练什么 训练我们 每一天 每时每刻都用信心 与神同行 你看到保罗 他不是要去罗马吗 结果去罗马的道路顺不顺利 一点都不顺利 在地中还遇到什么 飓风 十四天在海上漂流 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 结果就在那时候 保罗坚定的信靠神 那天晚上 主的使者跟他说 保罗不要怕 你会站在罗马皇帝面前 做我的见证 你看到没有 请问保罗 有没有事先都知道 这一艘船会遇到船难 不会啦 如果会 他就不上船了 对不对 怎么会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神就是熬练我们 就在这里 每时每刻 相信神 依靠神 因为信心永远是 现在事 你不可能靠着 过去的信心 过今天的日子 面对未来的挑战 信心永远是 现在事 保罗在大风大浪里面 他坚定的信靠神 他得到神的 同在的应允 你会发现 所以当我们 得着天道的剧本 我们现在会遇对风浪 但是我们每一天 信靠神的时候 这个信靠神 所带来的神的同在 要让我们胜过 我们人生 所有的狂风巨浪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天道的剧本 不是一帆风顺 所以让我们勇敢的 接受这样的挑战 所以当神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的时候 你要怎么来面对 我告诉你 很多人很怕这个问题 当神要改变你我的人生的计划的时候 你的心中有什么感受 我想大家都会 争扎 一定会内心有争扎的 没有人不争扎 因为我原来的计划是这样子 怎么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当神改变我们既定人生计划的时候 我们心里会挣扎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不要怕 我为什么告诉你不要怕 因为你有两个祝福 在你的身上 如果神真的护照你 改变你人生的剧本 一定要非常的兴奋 第一 你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丰盛 第二 你会做更大的事情 你要记得 每一次神在你身上 要改变你人生的计划的时候 你要对自己说 感谢赞美主 虽然我心中会有挣扎 但是我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 我的为主做会更大 意思是说 生命更丰盛 做更大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记得 我记得我在台大医院 我要离开台大医院 要去回应神全职护照的时候 我就辞职 然后我们医生的同事 就跟我吃饭 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台大医院 大家都想挤进来 那你为什么要出去 而且你有是 台大医学院的教职的缺 又有台大医院组织医师的缺 你有这个双职的缺 是肥缺 你还出去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 我觉得太可惜了 你现在心情是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 我现在心情很简单 我就好像一条鲸鱼被放 从鲸鱼缸里面捞出来 放在大海 就这口心情就这样子 他说听不懂啊 我说我好像一条鲸鱼 本来是在鲸鱼缸里面 对不对 捞出来现在被放在大海里面 我看他 两个眼睛都两个问号 我还讲什么 其实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我在台大医院 就好像在鲸鱼缸里面 我是那只美丽的鲸鱼 然后进到台大医院都支持 哇 好棒喔 这条鲸鱼好棒 好可爱喔 哇 好棒喔 哇 很多人都在称赞 对不对 那现在捞起来 神帮我捞起来 放在大海里面 那我就不太一样 在鲸鱼缸里面比较安全 对不对 在大海不安全 不安全 因为还有很多大鱼来吞吃我 对不对 但是大海里面的世界 是不是更丰富啊 是啊 我会看到各式各样的鱼 我会经历各式各样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那一个生命的经历 是更丰盛的经历 然后呢 神把那样的台湾教会的 整个的复兴的一个意向 放在我心中 那是神更大的事情 了解我意思吗 比我在台大医院当医生 是更大的事情 我不是说你们都要离开你们的工作 但是我要挑战你 如果神呼召你的话 你要跟自己说 我的生命会更丰盛 我会做更大的事情 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因为呢 你知道在台北林良堂 有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就到澎湖 去建立林良福音中心 那这对夫妻 是韦正跟东宁夫妇 为什么要特别提他们 因为他们原来的剧本 是在台北市 开这个婚纱顾问公司 那他们已经开了六年 他们的业绩才刚刚稳定成长 他们要大大的发展的时候 忽然间上帝介入 改变了他们人生的剧本 他们的地上的剧本 完全被改变成天上的剧本 地上的剧本是六年之后 好好发展 天上的剧本说 你们现在去澎湖 给我开拓教会 完全不能接受 你知道东宁他是澎湖人 他爱澎湖是理所当然 可是韦正是他的先生 他根本对澎湖没有感情 他怎么会去 但是很多的现象显示 神是这样工作 他有一次祷告的时候 神给他看见异象 就用约瑟的模式带领他 他祷告看见异象 看见一个古老的城门 他站在城门里面是漆黑的 外面有金色的光芒 透过这城门的缝隙照进来 他站在城门内 他看到城门的缝隙 有光透入 然后城门被十个锁 锁住 很多的铁链锁住 他就听到主对他说 为正我在门外 我的大光在门外 你愿不愿意 为我去把这个锁解开 他就放声大哭 他放声大哭 他说主啊 怎么会是我呢 比我有能力的和其的多 你怎么会选上我 但是主啊 如果你觉得我去是最合适的 我愿意前往 你看到没 他就做了这样的祷告 神改变了他的地上的剧本 那你知道做这个祷告是很不容易 可是接下来更难 因为他开始要面对实际的问题 他心里有很多挣扎 首先他六年的公事要交给谁 另外他在团契里面 他在小组里面那些 彼此相害的兄姐妹 谁来牧养 再过来他在台北已经习惯了生活 到澎湖能够习惯吗 第四他就要跟他母亲交代 他母亲在新竹 听到他去澎湖 他会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当场的撞风 你知道他会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考虑 但是最不容易的是 他的小学三年级的女儿 说了这样的话 你要不要念给我听啊 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 爸爸 爸爸 教会有那么多人 为什么要派你去呢 那我的美与班才一客 怎么办呢 彭屋有没有麦当劳 有没有大润发 我告诉你做父亲的 听到你女儿这样讲 你大概走不出来 这就是我说的真的 不容易啊 亲情 孩子的需要 很不容易啊 因此呢我要跟大家讲说 他还是走出去 他现在在澎湖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这样来面对 他是专门学 气话的 这个 为政专门学气话 你知道他专门会很分析 用各样的方法 分析整个利弊得失 他说用各样的方法 分析他去澎湖的利弊得失 他说我竟然 无法判断好坏 然后他说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我也觉得他讲的这句话 非常好 他说天上的事情 跟地上的事情 是无法放在天平的两边 来评估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句名言 地上的事跟天上的事 你是无法放在天平的两边 去评估的 你无法评估 他就这样勇敢的去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他给我们的榜样 那这样的一个天上的剧本 会带给我们一个 长久的使命感 所以你看保罗跑一生的道路 他说当保罗我跑完了 没好的仗我打过了 对不对 他是一个 有一个长久使命感的人 保罗说什么 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所以你会发现 保罗不是追求一时的成就感 乃是追求一生的使命感 这个一生的使命感 使他能够面对挑战 使他能够忍受苦难 所以保罗在今天的经文说什么 保罗在今天的经文说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又饥又渴 又赤身肉体 又挨打 又没有一定的住处 你看他有没有忍受苦难 有啊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有长久使命感的 能够忍受苦难 因为一个有长久使命感的人 所问的问题不是成不成功的问题 而是值不值得做的问题 一个有长久使命感的人 宁愿做值得做的事情 而失败受苦 也不愿意做 不值得做的事情 而成功享福 一定要记得 你知道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学习的 所以我们看 长久使命感 让保罗能够忍受苦难 让保罗也成为祝福 所以保罗他这样说 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受 被人毁谤 我们就散劝 所以一个有长久使命感的人 他能够面对一切的咒骂 一切的逼迫 一切的藐视 所以我们看到 这就是保罗他 长久使命感的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在澎湖 有一位宣教士 叫百宝珠宣教士 他的澎湖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位宣教士 他在1955年 进入澎湖当宣教士 到2008年离开世界 在澎湖待了53年之久 一个长久的一个使命感 他不是追求一时的成就感 因为没有什么成就感 他专门做什么 专门做这个麻风病人的工作 专门去定期探访家庭 发现麻风病人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工作不容易 因为这个工作会遇到很多的挑战 这个工作会被拖粪 会被拖尿 为什么 因为在澎湖的家庭 没有一个家庭愿意让 你家里的麻风病人被人知道 因为一旦被发现 你们这个家庭就被污名化 会说什么 这个家他们的祖先 一定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 你看他的后代就得了麻风病 第二 这个病就是有恶魔入侵 很可怕 我们住他们邻居 恶魔也会来搅扰我们 最好跟他们不要交往 而且这个病会传染别人 你知道没有一个人愿意 把家里有麻风病的消息 告诉白宝珠宣教士 所以他去探讨的时候 被泼粪 被泼尿 但他仍然用他的脚 走遍澎湖的大小离岛 每一个村庄他都走 他拯救了250个家庭 改变了世代子孙的命运 而且他让澎湖的麻风病人的病情 比台湾本岛的麻风病人更轻微 因为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所以台湾本岛的麻风病人 反而病情严重 在里岛的澎湖反而很轻微 你知道他对整个麻风病人 很大的贡献 更大的贡献是什么 他是台湾推动进阶护理的典范 什么叫做进阶护理呢 就是他开创了以病人及其家庭 为中心的社区护理模式 是一个全人全城 全家全社区的一个护理模式 你知道在50多年前 台湾的医疗的体系 对这个一点概念都没有 他已经在澎湖做这样的事情 台湾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推动 以社区为中心的 以病人为中心 以家庭为中心的一个照护理模式 人家50多年就在做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就是他对台湾的一个贡献 他忍受了许多许多的苦 他还是待在台湾 人家说你这么大了 八十几岁了 你回去美国安享晚年了 他说不要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 大家来念一下 我们一起来念 我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 从澎湖回天家和从美国回天家 距离是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听了他讲这样的话 会有什么感动 我在澎湖当兵的时候 我就遇见这位当时人 他叫贝勾尼 他在离开世界 他常常说这个话 我永远的家乡是在天家 从澎湖回天家和从美国回天家 距离是一样的 你愿意效法他们 我们看到第三个 我们要演好这个戏码 我们需要一个预备 就是finish well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跑完这个旅程 演好这个戏码 而且最后的戏码是很重要的 你会发现 保罗他不但一开始的时候演得好 他演到底 他演得好 所以我们要小心 因为有三方面的事情 会让我们演不好 所以第一 你要小心世界的诱惑 我们看到底码 因为贪爱世界 就不演天上的剧本 就离开保罗 就回到世界 你知道世界的诱惑是什么 三个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精深的骄傲 你要小心 贪生 他的戏码 天上的剧本是拿戏尔人 要拯救以色列人 结果他遇到妓女 大力拉以后 他整个人生变掉 他的双眼失明 他的力量消失 他生活单调 在魔方里面推磨 亲爱丁姐 你跑离了天上的剧本 你进到世界的舞台 你再怎么成功 再怎么有名 你是没有力量的 你是两眼失明的 你是生活单调的 不要像参生一样 也不要像所隆们一样 老糊涂 年老的时候 养了一千个兵飞 一千个兵飞 迷惑他的心 盖了很多偶像的庙 这都是没有办法 finish will 小心世界的诱惑 第二 不要跟别人比 不需要跟别人比 保罗跟自己比 那美好的道 我已经打过了 那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近了 那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你不要跟别人比 你不要看别人 有没有守住 有没有跑完 你先问你自己 有没有跑完 有没有守住 这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不要跟别人比 一跟别人比 你就会说 主啊 他的剧本 怎么比我好 他家都没有死人 我家死了一大堆人 你知道有些宣教师 他的孩子都死在宣教工厂 对不对 你会心怀不平的 你不要像彼得一样 彼得 耶稣跟他讲说 你的剧本 接下来这样写的 你年少的时候 你树上带子 他自己可以自己往来 但是年老的时候 人家树上你的手 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你要用死来荣耀神 彼得听得很不舒服 对不对 我的剧本是这样写的 他就转过来看约翰 然后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人将来如何 有没有注意到 他就比较 他的剧本比较好 我还在抗命 有没有看到 耶稣说什么 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 关你何事啊 你跟从我吧 有没有看到 不要跟别人比 要不然你会心怀不平 你会分心 第三 要能够培养出接棒人 巴罗 他是伟大的使徒 他栽培出来 提摩太 他说你要 站起来 在恩典中刚强 而且你要训练那些人 继续的能够接棒 所以巴罗 栽培出接棒人 提摩太 提摩太要栽培出接棒人 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成功却没有继承者是失败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带出门徒 能够带出传承 最后呢 这个剧场摆在我们的面前 你要上台演了 你要知道 你上台演这一齣戏的时候 最大的动机跟目的 跟你的力量是什么 就是为基督的缘故 最大的动力 最大的动机 最根本的原因 我所以演这一齣戏 不是为了成名 不是为了教会而已 而是为基督的缘故 所以保罗说什么 我们为基督的缘故 算是愚拙的 你们在基督里 倒是聪明的 我们软弱 你们到强壮 你们有荣耀 我们到被藐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 我们要愿意为基督的缘故 被人看作是最卑微的 好像保罗说 直到如今 人还把我们看作是世界上的污秽 就是垃圾的意思 是万物中的渣宅 就是意思说粪便 没有价值没有用 你愿意为基督的缘故 被人看作是最卑微的东西吗 戴德森愿意 戴德森来到中国大陆 他是内地会的创始人 大家都知道 他在中国一待就待51年 他唯一的信念就是唯独基督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一句名言 大家也都知道 我若有千磅的英镑 中国可以全数之取 我若有千条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大家都知道 豪气万千 对不对 可是大家只知道这句话 后面还有一句话 不 不是为中国 是为基督 是为基督的缘故 他忍受了一切的痛苦 他的孩子也死在中国 他的太太也在中国 埋在中国 你要知道 这就是一个 有长久使命感 演出一台戏的人 所以剧场已经摆好了 观众已经就位了 你在哪里 你愿不可以像保罗一样 勇敢地走上去 然后确认自己的角色 然后得着天上的剧本 然后演好最后的戏 保罗在这里的他会说 我求你们效法我 你愿意效法保罗吗 最后送大家一句话 台语有一句话 说参戏的傻 演戏的笑 看戏的傻 演戏的疯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只有两个选择 你不是做傻瓜 就是做疯子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不是做看戏的 你就是做演戏的 你要做谁要选择 舞台已经预备好了 你准备上场了吗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的信息 虽然比较长一点 但是我相信 主要透过这些信息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搅动我们 我们来祷告 我们为自己先来祷告 我们为我们 共同的角色来祷告 让我们都成为基督的仆人 让我们都成为 福音的管家 我们先为这方面来祷告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主啊 是的我们相信 主啊 你今天要释放我们 主啊 让我们进入那共同的角色 主啊 让我们活在世上 不是只活着 而是要做你的仆人 要来服务这个社区 服务的社会 服务我们的国家 主啊 要彰显着荣耀 哦 主啊 求你赐福给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做你的仆人 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啊 也让我们都能够 把你的福音 能够跟别人分享 主啊 让我们做福音的好管家 主啊 不要到追思礼拜的时候 才来办步道会 主啊 我们求你恩待我们 让每一个人今天 主啊 我们有机会 我们就能够跟别人 分享福音的好处 主啊 愿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耶稣 再来祷告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 要得着天上的剧本 那不容易 所以呢 我们说 主啊 在我祷告的时候 让我愿意交托 我生命的主权 也让我们能够 能听的耳朵 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我们一起开口 为自己来祷告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来仰望你 主啊 求你来恩待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 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 主啊 你要改变我们的时候 我们说 主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手中 我们都愿意被你使用 主啊 也求你开我们的耳朵 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领受意象 让我们领受异梦 让我们遇见你 主啊 好像保罗一样 主啊 遇见复活主的荣光 主啊 主啊 他就整个人生的剧本 完全改观 主啊 我们相信 主啊 你要在我们的中间 也要做成这样的工作 再来为自己祷告 当我们奔跑这样的道路 当我们要演这出戏的时候 要小心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 小心世界的诱惑 第二 不要跟别人比较 第三 要栽培诸 接棒人 我们一起开口 为自己来祷告 哪一方面 你有软弱的 你就为这个祷告吧 主啊 是的 主我们仰望你 主啊 求你恩待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手中 主啊 都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诱惑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肉体的情欲 全然的从我们生命内 完全挪走 主啊 让我们在你面前 不跟别人比较 主啊 单单的认定你 主啊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功的耶稣 主啊 让我们能够演得好 演到底 主啊 让我们也有接棒人 主啊 让我们在你面前 主啊 能够完完全全的 主啊 能够演好这一出戏 谢谢耶稣 赞美耶稣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